大家好 我是斯文 王健国的段子 我刚刚在后台 眼睁睁地看着他花了半个小时写出来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讲真正的段子好不好 我觉得当今社会啊 真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 就我觉得有时候人活着还不如宠物开心 就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 一生下来哇 学这个学那个 然后家长要求还特别高 经常跟别人说 哎呀 我们家孩子啊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这个奥数比赛都没有得名次呀 但是说到他们家狗 哇 完全没有任何要求 我们家狗狗你看 多聪明 你看来来来 给阿姨说 一加一等于去 很快就算出来了 天才呀 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给狗教算数 但你说狗学会算数有什么用 我想了想啊 它可能可以互相攀比 就两条狗遇到对方啊 可能会算数那条狗就会说 哎呀 我今天出门 尿了三根电线杆 五棵树 还有一个人的腿 这架起来可就是九个地方呀 你呢 另外那个狗不会算数 只能傻眼 我今天我在家 我尿 我尿一地 但是你想狗的才艺太多 其实对它来说是一种负担 就是因为狗的才艺太多的话 可能会把它送去马戏团 哇 让它跳火圈啊 算算数啊 你想想别的狗 都在家里面养尊出游 它还要天天去马戏团加班 成为一只名副其实的加班狗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子 你看看 我们那些没有才艺的脱口圈圆圆 现在坐在台下欣赏我们的表演 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还要在这决赛 心里很苦啊 那我心呢 真的真的 我觉得狗狗生活得很开心 就是狗狗它每天的任务 就是快乐地活着 不用管什么事 狗狗从来不会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它一出生 它生下来是什么血统 它就是什么血统 无法改变 所以你从来不会听到一个人介绍说 这只狗虽然它出生贫寒 但是它从来没有放弃自己 它通过跳火圈 算算数 暂前去德国留学 最终 它有一只土狗 变成了德国牧羊犬 而且我觉得人活着 为什么没有宠物开心 你想想人类活得多辛苦啊 我们就连找对象这件事情 都不能自己做主 不能随心所欲地找自己喜欢的人 你还要听父母的啊 听朋友的啊 看家庭啊 看条件等等等等 但是狗狗不一样 狗狗想找对象 非常的随意 它只要去广场上溜一圈 看到一个顺眼的 在它屁股后面 好正哎 我就这么随心 狗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社交工具 你比方说两个陌生人见面 其实很难聊天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们每个人都牵着一条狗 一下就能聊起来 我见过最过分的就是 一个抱着狗 一个抱着孩子 两个人也能聊起来 抱狗那个就问 哎呀 我这个一岁了 你那个呢 我这个也一岁了 同龄人哪 我这个是鸡娃娃 你那个什么品种 我这个 我这个是胖娃娃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啊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但是我认为 人类从来没有打心眼里认为 狗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想想我们给狗造的那些词啊 什么狗仗人士 狐朋狗友 狗眼看人低 就没有一个好词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假如人类真的把狗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 主持人就应该这样介绍 好 下面我们中性地祝福这对狗男女 所以我觉得啊 狗根本不是人类的好朋友 狗哥才是 什么啊 而且你说到 而且你说到狗仗人士这个词啊 其实我觉得很不对 这个很不准确这个词 你想想 那些没有人士的狗 它其实更厉害 就那些流浪狗嘛 对吧 它往往比普通家养狗 更有气势 更凶猛 我觉得如果家养的狗 跟流浪狗去PK 流浪狗肯定会赢 因为它们都来自地下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好 我是斯文 我觉得这个建国啊 它是自从上了脱口旧大会之后 就有点走火入魔 对那个小王特别着迷 真的 公开换队 真的是不要脸 而且你知道现在建国 真的是 就是走火入魔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在街上见他 我们跟他打招呼都是这样 哎 忘建国 低调 找我小王就可以了 我觉得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男女之间 到底有没有纯友谊 我觉得是有的 我跟我老公就是 真的真的 真心话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 你想找一个异性 当你的纯朋友你知道吗 你就想有个办法 就跟他结婚 哇 这几年之后 你发现太纯洁了 简直一点邪念都没有 就是我觉得这个纯洁的最高境界就是透明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可以透明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穿成透明站到他面前 他都可以当你是透明 然后他会跟你说 都是好朋友 你这干啥呢 而且啊 作为过大人啊 我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 就连我爱你都懒得说 就有一天我问我老公 我说你爱我吗 不要说这么上感情的话 我说你就不爱了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来 干亲身一口闷 但是反过来想啊 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啊 如果能有朋友的方式来相处 那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很多夫妻间的矛盾呢 就会迎刃而解 你想想一下啊 假如你老公啊 出去见他的前女友 特别生气对不对 但你把他当兄弟 不一样啊 前女友 兄弟的前女友怎么了 你老公半夜两点回来跟你说 不好意思 那个我今天晚上 见我前女友太晚了 没事 进来来来来 认识一下 这我前男友 而且呢你把老公当哥们 再也不用担心啊 时间长了之后 两个人还要分房睡啊 特别尴尬对不对 直接把双人床卖了 直接换成上下铺 他就是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而且这样的话 就两个人完全不用担心 没话说你知道吧 就是晚上11点准时熄灯 你就躺在下铺 你就跟他说 哎呀 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保证意料就是一个通宵 对不对 我觉得夫妻处成这样啊 就是也会少了很多抱怨 就因为女人嘛 在婚姻当中 总会承担很多责任 比如说女人要生孩子啊 要剖妇产啊什么的 特别辛苦 所以女人特别爱抱怨 但是你想想 你把他当成兄弟 剖妇产算什么 不就是对兄弟两肋插刀吗 最后我觉得啊 把老公当朋友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们的生活 会增加很多的情绪 比方说出去吃饭啊 你跟你老公结账的时候 还会抢着买单 老婆我来 不不老公 昨天你来的 今天我来好不好 老婆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家附近 哎呀老公 说什么呢 这也是我家附近 我说老公 我觉得啊 你挣点钱不容易 你那点钱呢 留着请前女友吃饭吧 兄弟加油 你看最后啊 两个人就这样坦诚 和谐地度过一生 直到其中一方呢 临死之前 躺在病床上 拉着你的手问你 你说 我说我是你的什么 你告诉她 是朋友 那我就放心了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好看的女孩子 斯文 斯文 有请犀利嘱咐 王斯文 冷静一下啊 不要被我的美貌 所惊呆啊 真的 今天的主题呢叫做 对不起 我不是第一名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啊 现在真的是竞争 非常的残酷 就是每个人 都要争第一名 大家都在比学历啊 比实力啊 然后女人都在比美丽 这里注意一下 这里是一个 单压乘三的段子 对 这里弹幕给我普及一下哦 真的我觉得 对于女人来说啊 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你就比方说哈 如果你听一个美女跟你说 虽然我很穷 但是我漂亮啊 你就会觉得 还蛮可爱的 对吧 但是你如果听见 一个女人跟你说 虽然我丑 但是我有钱啊 你就会觉得 特别凄凉 你就感觉她在 重金求子 真的 我觉得长得好看的女生 她从小就会受到 各种优待 你比方说啊 长得好看的女生 她小时候考试考得不好 哇 会有一群男生 过来安慰她 没有关系 这次考不好 还有下一次啊 对吧 丑的女生 哇 她如果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也会有人安慰她 人家会跟她说 没关系 别哭了 刚才没有人 发现你考得不好 真的有点残忍啊 开玩笑的哈 怎么可能有人安慰她 而且我觉得更残忍的是 就是不光男人这样认为 女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竞争 非常的惨烈 但是归根结底呢 都是颜值的竞争 你比方说啊 假如你听说你的前男友 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哇 你绝对不会去问她 她善良吗 她有钱吗 哇 那你第一句话就会好看吗 而且呢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期待的唯一答案 就是三个字 不好看 哇 然后 她如果跟你说不好看 哇 你还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哼 我就知道你现在眼光这么差 但是 但凡她胆敢跟你说出好看 哇 你就会真的很生气 生气自己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而且啊 我觉得女人之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都是颜值的竞争 就是有时候你得不了第一名 真的不是因为你没有实力 或者你没有运气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 对方呢 她是一个四千年的美女 而且我的女人啊 就是女人买东西也是 从来不看功能 好看就行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女人啊 她哪怕去当一个农妇 她去买牛 她都会说 哇 我觉得这个牛好漂亮哦 就虽然她不会耕地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牛啊 女人一生一定要拥有一头的 但我觉得啊 就是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样的 男人买东西 她从来不会看外表 男人唯一会看外表的 就是女人 因为对男人来说 就是女人好看 就是最大的使用 你从来不会看到几个男的 去夜店 指着一个女孩说 你看那个牛不错 她看着特别贤惠 当然啊 我就是非常不提倡大家 一貌取人 就真的一貌取人 真的很不好 因为毕竟我们大家 长得都很一般 对 真的不要互相伤害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我觉得斯文 他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 他能够把生活中的 一些观点和看法 用段子来调侃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血淋淋地呈现出来 这样大家才能够有共鸣 才会喜欢 谢谢斯文 斯文为自己的队 贡献了122票 掌声鼓励一下 看完斯文的表演之后 我就觉得斯文和明星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小了 对 这是我老公 每天都要问我的问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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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你醒来 就面对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北上广爱来不来 其实我毕业之后呢 我就到了一线城市工作 我当时在深圳 我觉得这个大城市 就是生活压力特别大 房租非常的高 当时我妈去我住的地方 看了一眼 我妈就哭了 我妈说 哎呀 你太苦了 你说你一个人就住在 这么又小又破的地方 我说没事 妈 不是一个人 这是我六个室友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在大城市啊 就情侣之间相处 他们的效率都特别高 就是一对情侣啊 他们在一起 时间不久就会住在一起 因为可以省房租 就是你知道 男生跟女生 都是这样表白的 亲爱的 我俩住在一起吧 啊 我俩的感情到了吗 这么快吗 不是 是我房子的租期到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的女朋友 真的搬到你那里去住 你怎么好意思问她要房租 你怎么开口 对不对 你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你只能问她 亲爱的 你说我俩在一起 又一个月了吧 你知道那个房租 都是一个月一觉的吗 要不是这样 我俩平摊好不好 女生很生气啊 平摊 不行 这样 28 37 46 成交 但是我觉得在大城市 谈来有个好处啊 就是你特别容易 白头偕老 因为分手的成本 是特别高的 就你一想分手 哇都特别麻烦 就情侣两个人 就是说到分手 吵架都是这样吵的 我要给你分手 你分呀 看你上哪儿 找这么便宜的房子 大城市里面的夫妻啊 他们离婚 也都特别现实 就你说离婚 你好不容易 离婚手续办好了 哇你想搬出去 突然发现房租那么高 你只能继续住在 家里的沙发上 所以说呢 就很无奈 离婚本来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对吧 就你还要天天看到他 真的特别烦 而且你说 你俩就离婚不离家 你俩住在一起 你俩还是会因为 以前的问题吵架 哇你的前妻 就天天骂你 你为什么不希望 再不希望跟你离婚 已经离了 哎我跟你说 我就是因为不想 希望我才离得婚 已经离了 你再不希望 你就搬出去 好 我洗 而且在大城市生活 有个好处啊 就是未婚的朋友们啊 真的特别好 就是你很难被催婚 因为你回到老家之后呢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哇天天都会在你面前唠叨 但是在大城市不一样 他们见不到你 他们只能通过打电话 发微信 以及见微信群 在里面 at你的方式来催婚 这种方式呢 叫做云催婚 对 而且呢 就我一个朋友啊 她天天接到 她妈妈的催婚电话 哇那种感觉 就跟接那个 推销产品的电话差不多 每天一接电话都是这样 对不起 我真的不需要 不是我跟你说 这个姑娘真的很好的 很多人选择她 非常抢手的 我跟你说 我说了我真的不需要 好吧 不是我跟你说 儿子 妈妈给你买机票 你免费回来体验一个月好不好 不是妈 你这样我挂电话了 不是你这个孩子真是 祝你生活愉快 而且我觉得大城市生活 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大城市的生活 设施非常的便利 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出门 就可以遇到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 还有共享雨伞 当然了 我觉得你回老家也不错啊 可以共享天伦之乐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我觉得女孩子 讲脱口是想说的东西 我觉得不让你一会儿 应该脱鞋 大家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人生没有撤回键啊 非常的悲伤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些悲伤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啊 人生不但没有撤回键 就很多时候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你想想 就是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非常的被动 你在妈妈肚子里 你就要被动地接受胎教 而且你知道胎教跟别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胎教啊 你都没法逃课 真的 而且我觉得人间非常的残酷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小孩在出生前后啊 他听的那个音乐差距都很大 你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很舒服 你听的音乐是什么 莫扎特 对吧 G大调 小夜曲 特别的高端 但是你一出生 就立马给你换成二哥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而且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告诉我们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有没有想过 就是我们根本没有选择 你们就是我的起跑线 而且很悲伤的就是 我们没办法责怪这两根起跑线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学习不好 他们会骂我们 但是他们工作不行 我们能说他们吗 我们怎么说 对吧 爸妈一进屋 爸 过来一下 听说你最近业绩有所下滑啊 有没有想过原因 妈 你笑什么呢 没说你吗 你们两个 回去把爷爷奶奶给我叫来 然后你再长大一点 你妈妈让你抱了一个兴趣班 哇 非常的悲伤 因为你发现 你对兴趣班 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 然后呢 我就发现兴趣班这个名字啊 它本来就非常的荒谬 真的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到底谁的兴趣会是奥数 到底哪个孩子会跟他的妈妈说 妈妈 我要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 哇 只要遇到这样的孩子 你就问他 那我跟你爸同时掉进数学的海洋里 你先救上 然后呢 终于到了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哇 你终于认为自己可以有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了 但是你错了 你发现你对大学的专业一无所知 哇 这个时候你只能看着一本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本指南 因为你用他选择专业 根本找不到北 更要命的是啊 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就会假装很懂地站出来 帮你挑专业 学工商管理 管人 学会计 管钱 我跟我爸说 我说爸 我想学通信工程 我爸说 学通信 你学通信干啥呀 你说现在这个年代谁还写信呢 我觉得我们80年代的人啊 就直到我们老的那天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由选择的空间 到时候呢 如果你不想跟你的儿女住在一起 养老院的院长会告诉你 我养你啊 交钱就行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开心地在养老院里 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开心地打着王者荣耀 哇 但是打着蓝人 你就会突然发现 怎么少了个人 老王呢 打野的路上中风了 最后呢 慢慢你就会发现 人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 你大喊一声 全军出击 人呢 团灭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是同类那就拉黑 我最近越来越感受很深刻 我最近感觉跟身边的人那个代沟越来越大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今年已经18了 对对对 真的 就是一般喜欢这样说话呢你知道吧 都是三十好几的 而且我觉得哈 就是三十岁是一个很神奇的年纪 就有一句俗话说什么 男人三十一朵花 哇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的荒谬 你有没有发现 男人这朵花他过了三十之后 他往往都是幽光满面 肥头大耳 但是他们都特别自信你知道吗 哇 成天就拍着自己的肚子 啊 将军肚 但是女人过了三十岁以后啊 她反而会特别努力地去保养自己啊 运动啊 健身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呢你身体有深深的危机感 你就生怕失去哪个丑男 而且我觉得哈 就是俗话又说啊 女人三十豆腐渣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他把你说的啊 一过三十岁生日之后 你就立刻判若两人 哇 三十岁之前你是豆腐西施 一过三十岁 立刻没有人愿意吃你的豆腐了 你就变成了豆腐渣西施 所以我说男人对女人的年纪是非常介意的 就是男人啊 他看到那种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年纪有很大的女人 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他看见这种女人呢 他往往会想着 哇 好漂亮啊 可惜了 很多那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 如果说女主角的年龄超过三十岁 那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想象一下 泰坦尼克号上面 Rose在跳海 Jack特别着急 看见女人跑 美女 你看多大你就要跳海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You jump I'm young Too young to jump 所以说作为女人啊 就是人过三十之后 你会突然发现 你跟身边的人再也不是同类了 就是老女这三个字啊 是他们对你最恶毒的评价 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吵架 哇 你可以很理直气壮地骂他 你幼稚无耻愚蠢恶毒 然后他转过来跟你说 哼 你个老女人 说得对 我敷个面膜回来骂死你 而且呢 我觉得女人过了三十之后 她是绝对不会主动 跟你说她的年纪的 但是你要是硬要问她 她就会装作很俏皮地告诉你 哈哈 我十八岁啊 你记得注意一下 她这里一定会加一个哈哈哈哈 这里呢 一个哈就代表三岁 就所以说她可能会跟你说 哈哈哈哈 十八岁啊 她还有可能告诉你 哈哈 二十五 所以说啊 你要是问一个八字都算老奶奶 你知道吧 她就会告诉你 我的药呢 所以说小时候啊 我经常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到了三十岁之后 你会发现 你对生活的选择多了很多 所以说如果有时光季的话啊 我依然不会回到过去 但是呢 我会告诉时光季 把我留在三十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我到四十岁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哎呀 没有想到会被关队翻牌啊 哈哈哈哈 今天那个我们的主题是那个 我要这个焦虑有何用啊 说一些焦虑的话题 我觉得我现在最焦虑的 就是我的身体状况 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你知道吗 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 就是你最焦虑的时候 因为你会眼睁睁看着那个体检报告 一年比一年要厚 第一年啊 一夜 第二年 两夜 第三年 大夫给我讲了三天三夜 然后每次去体检的时候 你也会很焦虑 你看那个医生啊 他随便做一个什么动作啊 表情啊 你就感觉自己有问题 我去体检的时候 我那个医生啊 拿着我的化验单 哎呀 你这个最近是不是经常熬夜啊 我说对啊 医生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真的我跟你说 但是我最近熬夜 我是因为那看那个白夜追讯 就那个潘月明啊 那个 谢谢谢谢 可以了啊 注意一下 我跟你说啊 熬夜死不死我不知道 但是 干剧头你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体检之后 他也会非常的焦虑 就是体检之后 那个体检中心 他总会告诉你 啊 我们这个结果啊 一周以后会出来 但是中间呢 你如果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会提前打电话通知你 哇 这一周 你就过得非常的忐忑 非常的焦虑 你就生怕接到 那个体检中心的电话 我那一周里面啊 我接到任何陌生电话 我一见起来 喂 体检中心吗 不是 外卖 外卖 你打什么电话 你知道你这样很吓人的吗 不是 外卖 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 我有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体检中心 派你来通知我的吧 就最后你说到那个报告啊 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 每一年 总有两三个新的指标 不太对劲 然后就开始 四处焦虑地打听 就问问同事呢 哎 你有脂肪肝吗 有 你有脂肪肝是不是 太好了 来来来 有脂肪肝的同事 加个群了 加个群加个群 最后发现 整个部门 只有一个人 没有在那个脂肪肝交流群里面 然后所有人 就一起看着那个人 哇 真厉害 真是知人知面 不知肝啊 哈哈哈哈 还有每次体检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 让人特别焦虑的项目啊 比如说侧身高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每年都要测一次身高 哇 每年都要告诉我一次 我有多矮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最让我生气的是 查身高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隐私 就在一个大厅里面 哇 那里有一台机器 你知道吗 每次你站到上面 好多人就围着你看 我每次站到机器上面 那个机器就 嗯 嗯 哇 简直递到尘埃里 我每次就在想 这个机器什么时候可以停 等它停下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清晰地 看到上面的数字 大家就会想 哇 知道它矮 不知道它这么矮 真的 我觉得最过分的是 有些机器啊 它会把那个数字爆出来 你知道吗 哇 身高140公分 建议少测身高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那些个子高的人 他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个子高的人 他站在那个机器上面 就好像在等待一次 皇冠的加冕 哇 看着底下的矮子 哈哈哈哈 平身平身啊 矮子们都站起来吧 哈哈 站着呢 哈哈 那坐下坐下坐下 不要客气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更不公平的是 你测身高你就测嘛 你干嘛非要让我脱掉高跟鞋 这才是我在生活中的 真实身高呀 对吧 我觉得测身高 就应该像测臂超一样 在一个私密的小房间里 你进去测身高的时候 大夫啪 帘子一拉 有人要闯进来 大夫就在门口来 哎哎哎哎 别别别 闲人无尽啊 测身高呢 然后女生躺在里面 她会见 啊 有人进来了 我高跟鞋都脱了 她都看到我的真实身高 啊 对我负责任 其实说完这些段子啊 我真的很焦虑 我知道这一期播出之后 你们都会在网上查到 我的真实身高 所以 一定要对我负责任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我没想到 说今天的段子 会会有 不vert 对啊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不要冷漠 要幽默 我觉得这个很有发言权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幽默 我跟我老公都是讲脱口秀的 大家知道吧 对 都很幽默 很多人会问 你俩都讲脱口秀 那你俩到底谁更搞笑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当年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其实是我擅自做主 就我们家人都不愿意 我爸第一次见到我老公 就是在我俩的婚礼上 真的真的真的 当时我爸见到我老公 直接绝望了 就问我 你当时俩看上他呢 又爱又穷又丑 我说我觉得他挺搞笑的 当时我说完这句话 空气都凝固了 然后我爸说 我觉得你比他更搞笑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很多烦恼 就是很多女生会说 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一个风趣幽默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老公太风趣幽默 真的想死 你根本就受不了 就比如说我俩 两个讲段子的 别的夫妻 人家过节 都是烛光晚餐 我俩过节 黑灯讲段子 真的有一次啊 结婚纪念日 我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 今天结婚纪念日 我也想烛光晚餐 我老公说 算了吧 你说谁会喜欢烛光 菩萨 儿子 你 有什么好的 但是我不能这样算了呀 我不能这么懦弱 我最后还是坚持订了一家餐厅 我请了一个小提琴手 那天晚上我就在餐桌上 听他讲了一个小时段子 当时整个餐厅啊 就除了我之外 全都哈哈大笑 就连那个小提琴手 最后给了我老公一百块钱 今天晚上很开心 希望你们夫妇以后常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 他当然会很幽默地告诉他 下次来 就不一定是夫妇咯 还有啊 就是跟段子手当夫妻 真的很烦人 因为你所有的痛苦 都会成为他的笑料 就是我前几年 我得了一个病 叫肾结石 就当时做了一个小手术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特别虚弱 我老公在我病床前面 走来走去 特别地着急啊 生怕写不出好段子 没过一会儿 发了条朋友圈 每一个肾结石 患者的肾里 都住着一个渔公 我爸当时 看到这条朋友圈 彻底怒了 打电话给我 怎么回事 你都病成什么样了 还在开玩笑 我告诉你 我今天把你老公拉黑 我老公在旁边 哎呀 你爸怎么把我拉黑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是不是觉得 我段子不好笑啊 还有啊 前段时间 我在脱口就大会上 讲了一个段子 就是说 夫妻最好的相处方式 就是当兄弟 家里的双刃床 就应该买了 换成上下铺 没想到 我老公听了这个段子之后 真的把我家的床 换成了上下铺 我现在每天晚上一关灯 从上部伸出一个头 哈喽 你长大了 想找什么样的老公呀 我只能告诉他 不幽默的就行 而且啊 就是 作为一个脱口秀女演员 我觉得我比其他很多女人 都要豁达 就是很多女人 看见自己老公 盯着别的美女看 都会特别生气 但是我从来不会 除非他盯着 别的女脱口秀演员看 我就会问他 你看什么看 是不是觉得他比我好笑 没有 没有没有 我就觉得他比你好看 那我就放心了 我在想啊 如果我们两个 以后有了孩子 肯定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在产房里 别的孩子生出来 嚎啕大哭 哇 我俩的孩子生出来 哈哈大笑 然后我老公看到这个孩子笑 很开心啊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亲生的 是我的孩子 我在旁边就说 还爱老公 这种事就不要开玩笑了 其实我们俩现在挺开心的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离婚 但是我怕的不是因为离婚难受 而是怕我俩离婚太好笑 就是因为脱口秀演员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 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的段子 我俩现在每次吵架闹离婚 我老公都会说 行吧 房子归你 段子归我 我说你想的美 段子是我俩一起想的 好 那段子的前半部分归你 最后的笑点归我 我说那也不行 他说行 那就这样 段子的前半部分归我 最后那一句 掌声最多的 谢谢大家归你 好不好 我说行 好 说好了 谢谢大家归我是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是好久不见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就是我上铺的兄弟 对他一会就会上台 让大家开心开心 乐和乐和对吧 这个男人嘛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今天呢 大家都在聊存在感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存在感 漂亮的对吧 有气质的对吧 说脱口秀的 不要再说我了 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想要有存在感 最归根结底的一点 就是要经济独立 要有钱 就你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跟你说的什么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冒美如花 你相信我 就算你再冒美如花 他看你时间长了 怎么看你都是如花 就是你晚上就回家 老公我回来了 不要叫我老公 先把手从鼻孔里拿出来 当然我说的有钱呢 不是败金 而是要经济独立 因为我觉得女人只有经济独立呢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 而且就算是你结婚了 你就会发现啊 两个人在生活中是很不对等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它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他的金钱 你根本不可能抱着他的钱说 哎呀好烦啊 每次他们都是一样的钱 就没有那种新出版的图案 不太一样的人民币嘛 而且呢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 即便是美貌 也需要你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衣服啊 护肤品啊 半美容卡 对吧 那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只有穷女人 就你别看吴欣现在长得漂亮啊 你都不知道他以前没钱的时候啊 有多年轻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啊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你看很多父亲闹矛盾嘛 对吧 都是女方要回娘家 我觉得很凄惨 凭什么对吧 而且那男的他不去找你 你还不好意思回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是我的房子 回你的娘家去吧 Go home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就会有个道歉 他说 哎呀我一个大男人 回什么娘家 这里不是娘家 圣死娘家 而且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那经济独立就更重要了 你想想为什么很多男人相亲的时候 特别喜欢标榜自己 有房有车 哎呦真的很烦这种男人 但是呢 你想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有房有车四个字 是不是像滤镜一样 蒙蔽了你的双眼 哇你看他你就会觉得 哎呦这个人 除了人不行之外 其实他都还挺好的 但如果你有钱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好笑的男人 对吧 他挣不挣钱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个男人啊 对吧 那想当年 那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的闺蜜就选择了一个大款 而我呢 选择了没房没车的程度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嘛 我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果不其然 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 但是我不后悔 每次想到这些呢 我都会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当然我跟我老公 现在在一起很开心啊 我俩其实是非常恩爱的 就是以前我老公 老是不爱工作嘛 我天天催他去上班 他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 都会转过来跟我说 哎 不上班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上班 我养你啊 对啊 你养我啊 但是我经常觉得啊 这个社会 其实对女性非常的不友好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女人没有钱的话 她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但如果你太有钱呢 她们就会对你有偏见 你想想啊 女人一旦有钱 是不是就会自动获得 一个称号什么 富婆 你听这个名字 又老 又有钱 你就感觉 下一步吧 就是找你重金求子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女人呢 不管婚前婚后啊 都一定要经济独立 一定要好好挣钱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 是挣出来的 就是女人啊 不要问男人 能给你挣多少钱 好好问问自己 能给男人挣多少钱 好吧 就说了 我挣婚了 就小的时候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跟我说 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你知道时间长了 我就会觉得这就很酷 就每次跟同学吵架的时候 我就会甩出这个大招 就我同桌 就我每天 你往那边超现了 我父母离婚了 对不起 但你知道 其实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啊 你会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你很容易拉近 跟所有人的关系 就小时候啊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说 啊 这么大的秘密 你都愿意告诉我 我都没有什么秘密 可以跟你交换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虽然当年啊 父母离婚的人很少 但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相册 就你翻开我们家的相册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是被抠掉的 所以你知道 小朋友每次去我们家 看完我们家相册都会问 哎 你妈怎么那么喜欢 跟一个窟窿合影呢 我妈其实一直对她离婚 这个事讳莫如深啊 但是我觉得 父母如果离婚了 你就应该及时告诉孩子 因为你即便不告诉她 她也什么都懂 就我妈经常这样 有时候会带一个叔叔回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每次这个时候 我就会像领导 突然视察工作一样 突然冲出去 哎呀 我说这是谁呀 然后我两个人很紧张 突然站起来 然后坐坐坐坐 然后那个叔叔还给我寒暄 哎呀 这个孩子这么大了 上几年纪了 这个学习好不好呀 那我毕竟是我妈的娘家人嘛 对吧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去拿点水果 你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聊 我说妈 你不需要给我五块钱 让我出去卖点吃的吗 然后旁边那个叔叔还特别傻 还教育 我说 哎呀 小孩子 勤俭节约 不要乱花钱 我听了特别生气 对不对 我说妈 我觉得还是那天 那个张叔叔好呀 你看张叔叔 还给我们带了那么好的老村长酒 对吧 纯良酿造 真材实料 是真正的硬核好酒 记错了 好像是之前那个李叔叔带的 哎呀 我甚至可以知道 我妈感情生活的详细进展 你知道有时候我妈会带一个叔叔回来 说叫爸爸 我说爸爸 没有丝毫有欲 习惯了 过了几个月 我说 哎 爸爸呢 我妈说 以后不要再叫他爸爸了 我说 哎 好嘞 习惯了 但是我知道 其实我的爸妈呢 都在默默地互相关心着对方 就是特别是 他们每次听到对方的坏消息的时候 就你知道 他们都会强烈着 安排着心中的喜悦 啊 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 呵呵 好惨 所以每到过年 我都会给他俩带来一些 对方的坏消息 让他俩开心开心 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 爸爸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妈妈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最可怕的啊 不是父母离婚 而是父母跟你说 我们不离婚 是为了你 就真的很吓人 对不对 你知道还有很多父母 为了孩子的学习 还互相约定啊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才能离婚 对吧 听起来好像离婚 是庆祝高考的一个仪式 孩子考上清华了 离婚吧 双喜临门 而且最 双喜临门 最尴尬的就是 你想想 你没有考好 你要复读 他们复婚 你说你复读 这一年压力大不大 对吧 你的父母天天鼓励你 孩子今年你可要好好考呀 爸爸跟李阿姨 妈妈跟张叔叔的幸福 可全在你手上了 一人考好 四架幸福 当然我说的比较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 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离婚 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但他如果骗你 那才是最难受的 对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离婚的话 我告不告 什么我不知道 那我一定会告诉孩子 好 现在我是斯文 感谢斯文 喜欢斯文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有观众给我招手 大家好 我是斯文 刚刚弹总也说啊 我的乙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对 我现在很想问他一句 来看同事讲脱口秀开心吗 跟大家说一下 前两天啊 就是我公公婆婆赖我家了 我这一次发现 我有些感慨 就是我发现 跟公公婆婆相处呢 还是跟自己爸妈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随意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不随意 我觉得他俩也不是很随意 就比如说我爸妈在我面前 天天吵架 哇 我公公婆婆婆在我面前 就特别和睦 就跟模范夫妻一样 从来不吵架 就有时候吧 你感觉他俩都快吵起来了 然后一看到我就给咽下去了 我婆婆 对 我婆婆经常看见我公公 你 晚上吃什么 而且为了不在我面前吵架 他俩甚至会偷偷发微信 跟对方吵架 就有时候四个人 在一块看电视嘛 你就看他俩拿个手机 气呼呼呼地去打字 哇 你知道老年人用那个字体 三明眼都看得见 我就经常看我婆婆 给我公公发 明天不做饭了 然后我公公给他 回一个那个婴儿嘟嘴的表情 我婆婆回 哼 明天离婚 然后我公公回 啊 未有意干杯 然后我公公婆婆 平时在我面前 特别的和睦 就我婆婆每天啊 给我公公侦茶倒水 一边倒还一边跟我说 看到没有 对老公就应该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俩感情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理解他 爱他 给他做牛做马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啊 为老公上刀山下火海 我是在所不辞啊 我就看我公公在旁边 当气氛很尴尬 然后我公公呢 拍拍桌上的奶粉罐 说快别说了 快看这个蓝河绵羊奶粉 宝宝吸收快啊 我男人觉得我公公太机智了 懂得用广告打破尴尬 所以我经常觉得婆媳关系啊 可能是这个事件上 最难处理的关系 很多人会说 你要把自己的婆婆 当自己的亲妈 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我甚至到现在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结了婚之后 就要把对方的爸妈叫爸妈呢 就我很怀念结婚之前 我可以管他们叫叔叔阿姨 我现在跟他们交流 只能巧妙地运用一些 疑问句和感叹句 比如我会跟我婆婆说 那个你吃了妈 然后你吃了爸 而且我觉得婆媳之间 相处的难点就在于啊 婆媳双方都会觉得 自己是甲方 经常在一些小事情上较劲 比如说我婆婆经常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们陕西的面粉啊 还是没有我们山东的面粉筋道 哇 我就很惊讶 我想真的有比吗 然后我只能把程度叫过来 我说你说 如果陕西面粉跟山东面粉 同时掉进水里 哪个豁出来的面更筋道 而且我觉得婆媳关系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实地说话 你就比如上一次 吐槽大会 成路上的比我多 我婆婆经常出去 给别人炫耀 你知道吗 我儿子在吐槽大会上面 上了两次 一般人啊 只能上一次 他说的时候 他就这样看着我 我很无奈 那我只能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 一次吐槽大会 都没有上过呢 然后婆婆说 哎呀快吃饭快吃 看我们山东面粉多筋道 我觉得婆媳之间 根本不可能出成真正的母女 你想想你在自己家 每天睡到中午12点 啥也不干 你妈就会说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谁以后娶了 你这是倒霉了 你还会反问他 要你管 你就感觉是一种 很温馨的母女对话嘛 对吧 但如果你婆婆跟你说 你这个样子 谁娶了 你这是倒霉了 我觉得很真实 但是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 很调皮地问他 你可以问他 哎那到底是谁的儿子 这么倒霉呢 而且你知道 很多婆婆说的话 她都不是表面上 那个意思 比如我婆婆跟我说 你看儿子 家里这么脏 你也不打扫打扫 那就是叫你打扫卫生了 对吧 我婆婆跟我说 哎呀 要不要出去老工作 要注意身体 那就是让你生孙子了 对吧 但是有一天呢 我发现 我婆婆在跟邻居夸我 她在说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儿子 其实有多能干 我说 这是谁的婆婆呀 然后再继续说 那还不是因为 我儿子震得住 我说好好 我婆婆呀 开玩笑 其实我跟我婆婆 关系特别好 对对真的真的 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经常给她 会买一些礼物呀 买衣服呀 她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婆媳相处 其实一点都不难 最重要就是要花钱 对吧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是一家的人 都是小事 你说她家里面 谁赢谁输 谁是甲方 谁说了算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这里呢 我特别想跟我婆婆 说一句真心话 我觉得闪心面粉 才是最劲道的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好 喜欢斯文的朋友 不要忘了头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说被骗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 就特别喜欢自己骗自己 对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女生拍照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滤镜 你发现你用滤镜时间长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 我现在根本不敢 直接打开我的手机 前置摄像头 我怕吓到自己 我没自己打开 我去 这谁呀 这这么丑 这吃我吗 当然是你 你的手机不就 你这张丑脸接的锁吗 我觉得我们女人啊 有很多种方法 会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些 你知道很多女生 基本上每天都要化妆 但我觉得化妆这个事 其实很复杂 大家有没有想过 化妆这个事 特别像室内装修 就你想想啊 素颜就是毛皮 对吧 淡妆就是减妆修 浓妆就是精妆修 所以不要抱怨女人 出门太慢 精妆修两个小时 已经很快了 而且除了早上化妆之外呢 我们晚上还要卸妆 这就相当于 你买了一套房 每天都要重新装修 你这么一想 你说跟女人约会 是不是很可怕 白天还是好好的精妆修 晚上睡觉前 啊老婆怎么变成毛皮了 但我觉得 你也不用考虑男人怎么想 因为你反过来想想 所有的男人都是毛皮 对吧 所以衡量一个男人 就不用看他的装修 你就要看他的什么 地段 价格 升值空间 所以一个优质的男人 他一定是地铁房 学区房 那你可能就要问了 那一个又老又有钱的男人 是什么房呢 那当然是准拆迁房 如果你找一个这样的老公啊 别人看到你老公都会觉得 他身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拆子 你的闺蜜看到你都会问 还有几年 五年 五年 碰 而且你们知道吗 居然还有一种化妆品叫做晚安粉 你知道什么叫晚安粉吗 就是晚上洗完澡 睡觉的时候涂的粉 那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还要化妆呢 就是怕吓到身边的男人啊 对不对 他还会问你 他不理解 他还会问你 你为什么睡觉还要化妆 这不是怕鬼压床的时候吓到鬼吗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化妆更厉害的是 骗术就是整容 但我觉得其实去整容的女人 真的都非常勇敢 就整容真的很疼 特别是那种微整 都不给你打麻药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 一个项目叫做线雕 哇 那个线雕做的时候啊 就是脸上插满了针 就那个样子 我怎么给你形容呢 就是那个曹传接见 你们看过吗 曹传接见 而且你放眼望去 你们发现男人 只有一个人 可以忍受刮骨疗毒 但对于女人来讲 只要能变美 哇 刮骨疗毒算什么 我可以整整刮三个疗程 而且你去问他 他会说 嗯 有点疼 但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我又办到个年卡 所以叫什么 女子本弱 整容则刚 而且啊 你会发现现在的女性 都非常的会保养 你看她们的样子 根本看不出她们有多大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是非常能够暴露年龄的 就是KTV 不管你保养的有多好 一进KTV 只要一点歌 立刻原形毕露 你看很多女生 长得像95后一样 哇 一进KTV 一点歌都是什么 纳婴 田镇 降阳捉马 哇 她一开口都是什么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她都不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人 把baby叫baby了 没有人会说 我最喜欢的明信者 按着了baby 你明明最喜欢的 就是田镇好吗 而且我觉得男人 特别不公平 我觉得男人 天然就有邋遢的权利 但是你会发现 女人不管你干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评价 你的外表 对吧 就像我们讲脱口秀的 男演员一上台 大家会说 哇 长得好丑 应该挺好笑 你愿愿一上台 哇 长得好丑 真的好丑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也不是我们响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社会 对女性的要求 实在太苛刻了 你看那些新闻 天天说什么 动灵女神 这个动灵 那个动灵 好像长的那个年纪 就应该长那个样似的 对吧 好像很正常一样 而且新闻还说什么 64岁刘晓庆 素颜像大妈 我就想不明白 64岁 素颜 她不像奶奶 像大妈不应该开心吗 怎么就没有人说 64岁老汉素颜像大爷 而且你们看看动物界 动物界是不是都是 雄性动物 比雌性动物更好看一些 雄狮子 高大威猛 雌狮子 灰头土脸 因为你雄性动物 只有长得好看 它才能吸引 雌性动物的注意力 但你看我们人类 女性不得不每天 如此注重自己的外表 这是雌性生物地位的 巨大倒退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 可以好看也可以不好看 我觉得我们也有 邋遢的权利 这是不想让你看到 我就卸妆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最后太讲道理了 好像没听懂 谢谢斯文 三 三 二 一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要孤独啊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小时候的一些事 就我小的时候 其实家条件还可以 当时我们家呢 装了全市第一批 坐机电话 就九几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啊 我们家周围亲戚朋友 就根本没有见过电话 哇 我们家人特别自豪 天天在家把玩那个电话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就实在不知道能打给谁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妈在广东做生意啊 经常给家里寄了一些 那个新潮的东西 比如什么音响呀 随身听啊 有段时间呢 还寄回来几罐咖啡 但那个咖啡寄回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喝 就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姥姥把那个咖啡拿出来 我姥姥自传什么 看着咖啡就说 那个咖啡都要过七楼 明天多给我喝咖啡 但是没有人愿意喝咖啡 你懂吧 然后我姥姥只能自己喝 从那天开始 每天早上 我姥姥会拿一个 绿色的糖瓷碗 哇 充满满一碗咖啡啊 又苦又浓 抱着那个碗 倒吸一口两斤 你妈妈一天 买来些东西浪费 一饮而尽啊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 很诡异的画面 就是我姥姥坐在那 面前放了两根油条 喝一碗咖啡 你就看她满脸痛苦 把那个油条往咖啡里面撕啊 一边撕一边说 老天爷哦 那不让我受那个养嘴吗 我还劝她 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要喝 亲戚朋友来 你给他们喝 你不懂 对个咖啡好鬼哦 给他们喝都是浪费 你知道后来一段时间 我姥姥生病了 然后医生给她 开了一些中药 我姥姥当时 端着那个中药 还要尝一口 那种药味道还怪好 别对个咖啡 好糊涂咯 两罐咖啡 我姥姥整整喝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非常痛苦 只有这她出去还要给别人炫耀 我女儿买了个咖啡 好哦 后来好有精神 干活好有力气 好 结果我妈一回家 看我姥姥天天给别人炫耀咖啡 我妈说 妈你怎么喜欢喝咖啡 咋给你寄几罐 不要喽不要喽 浪费钱 给你买啥都说浪费钱 最后还不用得很开心 这个咖啡是真的不要喽 女儿哦 妈妈了一辈子吃了好多苦 都没有这个咖啡苦哦 我妈说你懂啥 人家外国人天天喝咖啡 我姥姥叫一我 问问啊 听到没得好好学习 外国人为啥子生活国里 都是因为冷吃苦哦 我觉得我姥姥这个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感觉过 什么是孤独 因为他不管随时随地 也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因为有一次 我们坐出车的时候 我姥姥坐在前排 他就开始跟司机攀谈 他说小伙子 你们这个工作好哦 司机说还行 好 一年司机都可以吹空跳 你知道很多老年人啊 到老了之后 都会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然后特别希望儿女 都回来陪陪自己 但我姥姥从来不 她特别喜欢 到大城市来 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我姥姥特别喜欢 大城市的一切热闹的东西 但她有时候呢 对大城市的这些东西 也不太理解 大家生活方式 她都想不太明白 就有一次在大街上 她就问我 那么多人排队 是龙傻 我说那星巴克 排队买咖啡呢 我姥姥到最后 她还在香港 我小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姥姥有种很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 跟所有人交流 她刚到香港没有几天 她就知道了那个小区所有的八卦 每天在电梯里面 跟我小姨八卦说 哎呀 谁家的女儿又离婚了 谁家的儿子又坐牢了 我小姨回家就跟她说 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多人 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声 我姥姥说 拉帕傻 他们又听不动 我姥姥在香港呢 还交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 我记得她关系最好的 是一个印尼老太太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 我看她桌子上有张照片 上面是四个老太太的合影 我姥姥还比了个耶 我一看照片后面 写了一行字 她说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感叹号 这个是我姥姥写的 底下还有一行英文 I don't think so 我有时候就问她 我说你 就是你看别的老人 都喜欢在老家待着嘛 我说我姥姥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在香港 你不觉得寂寞吗 她说 哎呦 我在香港好开心哦 香港那么多老头 我说你每天生活也太开心了 你那生活就没有烦恼嘛 她说 yo 每一次一回老家 他们都说过是个华侨 好烦哦 我觉得我姥姥在的地方呢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去年她去世了 享年91岁 就是我一直很想 在脱口秀里面 讲讲我姥姥的故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建筑工人 每次工地下雨的时候 她就在屋里面 跟她的工友们 讲故事 说笑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我姥姥会拿个帽子 挺晚了给钱 我觉得我姥姥 真的是中国初代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我今天 能站在这里讲脱口秀 完全是因为我姥姥的遗传 她真的比我好笑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姥姥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 当她走了之后 我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我想跟我姥姥说 我们都很想你 愿天堂里没有咖啡 谢谢大家 谢谢杨森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讲燃啊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挺燃的 就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还带成龙跟海源 去学拉丁舞 真的真的 本来我们不是学校拉丁舞 我们是学街舞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报名的人 看了看我们的身高 我们身份这样的年龄 说 哎呀 你们这个条件呢 学街舞可能有点过分 然后海源说 啊 我觉得我们的气质 是挺高雅的 我们去学拉丁舞吧 就你们能想象 成龙跟海源 跳拉丁舞的样子吗 老师在前面 然后他俩在后面 你知道跳到最后 那个老师都不敢看他俩 老师在前面 我当年去学拉丁舞 主要是因为 我当时的工作 实在太闲了 那个时候呢 我在一个又闲又稳定 福利又好的地方上班 我记得我去公司 报道第一天 经过我们部门的走廊 一个在打游戏 一个在炒股 最后一个在睡觉 我问旁边的人 我说这些人 没有领导管吗 他说 睡觉那个就是领导 但是整个公司 大家都很闲 就是每个人都在玩 你觉得 有时候你觉得吧 干点正经工作 还挺不好意思的 同事一过来 赶紧把那个Excel最小化 他还问你 他说你干干嘛呢 他说 打游戏呢 我明明看到你在看Excel 不是 不是 我们公司 哪有混Excel的人 哦 也对哦 当然了 我们公司 还是有一些正经工作的 当然没办法 僧多工作少 就 经常有同事 还跟领导抱怨 领导 为什么这个工作 给他做不给我做 然后他说 哎呀 去年不是给你 分配了一些工作吗 你自己不好好珍惜 一个礼拜就做完了 现在可好 你只能看着 别的同事充实了 我们当时都那么闲了 公司害怕我们太累 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按摩师 每天给我们按摩 我的天 真的太体贴了 你知道 每天中午睡醒了 挺累的去按摩一下 按完了真舒服 回去又睡了 我们的工作 最有挑战性的 就是每周 还要写周报 总结当周的工作 太难总结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就把大家逼得 实在是没有办法 有人的周报 就这样写 本周帮同事修电脑 另一个人就写 本周等同事修电脑 等了一周 等了一周 我当时刚进公司 还想 我要出于你而不然 我要做一个上进的人 时间长了 我就说 哎呀 当于你好舒服 就很想烂在地里 但时间长了 你还是会有焦虑感 我就觉得 我要做一些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要讲脱口秀 但来了现在的公司吧 我就觉得 现在实在是太忙了 就是每一个项目 一开始就是好几个月 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我们给明星写稿子 经常要写到半夜 你们见过凌晨四点的稿子吗 我没有见过 因为还没写出来 但是最开心的就是 给明星拿到稿子的时候 明星看着我们的稿子 都会很礼貌地问 请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别看我 我心里很想告诉他 这是一篇你看不懂的报告 但是我不能这么说 我只能跟他说 对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 对不起 回去重新 我觉得每次节目一开始 每个人都现在节目里出不来 大家纷纷地熬夜 脱发都很痛苦 然后我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正好得了圣洁 去住院了 就正好逃离的那个项目 当时同事都纷纷去医院看我 非常关心地问我 你是怎么得上的圣洁石 能不能教教我 真的 我觉得圣洁石夺走了我的健康 但是给了我生命 但是回看我之前的生活 这几年的努力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因为现在呢 我以前的公司已经倒闭了 还好我提前带着我老公跑路了 我觉得这个生活呢 还是要努力的 甚至很多你看起来很佛系的人 他其实比你还要努力 你像李诞 平时看起来多么的佛系 每次在公司一见 喝酒去了 拍婚纱去了 没过两天 人家出了一本新书 我们都惊呆了 说哇 你为什么工作这么忙 还有时间写书 他说 创作的秘诀就是 要有生活 不努力不努力 我觉得李诞真是 他假装不努力的样子 真的好努力 我甚至怀疑李诞 每次喝的鸣鸣大醉 被人抬回去 他嘴里都在念叨 我没嘴 别抬我 刚一回到家 人都走了吗 开始写书啦 我就说我没嘴 还没人信 而且我觉得 你必须真正努力过 你才有资格佛系 很多东西你得到过 你才有资格说我不要 你就像我现在 我真的很不喜欢帅哥 就具体原因呢 我老公在 我就不相信说了 而且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努力 就是为了放弃 我现在之所以 这么努力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为了以后 不要再参加这种比赛 真的很残酷 就天天跟一帮大老爷们 比来比去 这一季 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女生 导演组天天问我 你觉得你还是脱口秀女王吗 我今天就正式宣布 我退位了 我不是脱口秀女王 以后请教我 脱口秀太后 我现在十分期待 谁是这一届的脱口秀大王 一定要乖哦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所以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 半决赛 我来了 我们欢迎太后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聊选择啊 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个选择 就是我是选择健康还是选择事业 大家知道我今天生病了吗 我那个肾结石复发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就是我当时去医院取片子的时候 那个医生看着我的片子 真大 他那个高兴的样子 然后恨多给你击掌 Yo Bro 然后他自己看他还不过瘾 跑出去 来 小张小李 就来来 看这个结石大不大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 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在旁边我都不行了 我说医生我疼 他说 看看 他开始疼了 你们说这个结石威力大不大呀 哦天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微博几十万粉丝的人 就看病真的很尴尬 一方面呢 你又享受不到任何特权 另外一方面 你还会被人认出来 我这次就是住在一个超大的病房 里面五六个上海老阿姨 然后他们旁边呢 还有照顾他们的人 也是五六个上海老阿姨 就你能想象一个 充满了上海老阿姨的房间吗 那个房间它是自带BGM的 那你一进去 哇 到处都是 嘖嘖嘖嘖嘖嘖嘖 外加两句 哦哟 我当时就是在那个病房里 还被一个老阿姨认出来 她一想 哦哟 那个长大结石的就是你呀 我真是没有想到 脱口秀讲得好 结石也能长这么大的呀 但我觉得那些老阿姨人都特别好 我当时刚住院特别紧张嘛 有一个阿姨过来安慰我 她说 哎呀 小姑娘不用紧张呀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后你多来几次就好了呀 然后就是这时候 我们这个圣洁是经常复发的呀 你看阿姨一年来好几次 我说阿姨您是矿山吗 我说每秒阿姨住在宝山 我这次住院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讲究极力 就对于那个数字啊什么特别敏感 我旁边一个阿姨就是 手术当天她被排了第一次胎手术 特别紧张 一直在跟医生说 医生呀 为什么我是第一次胎手术呀 我还年轻 这个第一次胎手术不应该是我来做呀 然后医生跟她解释 阿姨没关系你放心好了啊 我们这个医院呢第三胎手术 然后就是第五胎 没有第四胎放心好了 医生那不就没了吗 我当时自己做手术那天也特别的诡异 我记得当天我躺在手术台上 那个手术灯啪一亮 挖了几个医生戴着口罩 拿个刀围过来 你知道吗 我们都认识你 太难受了你知道吗 旁边还有个女麻醉师 拿这么的粗针瓜 站在旁边特别酷的 体重多少 我说43公斤 他好瘦啊 旁边还有个男医生在跟他捧场 说我跟你说啊 给明星打麻醉 手不要抖 小妮她半身不随 你知道我作为一个 讲笑话为生的人 我第一次觉得 有些笑话怎么这么残忍 那个女医生还在捧场 他说我觉得这个人好好笑 然后男医生说 你专业的 你说我好不好笑 我说医生你看我都笑哭了 而且我做手术的时候也是啊 我当时做的是半麻 整个手术过程我是清醒的 我就听那个医生在给我讲解 他说啊 这里有个显示器你看到的吧 一会儿你的手术全过程呢 会在这个显示器上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你懂的吧 你们做电视的应该很懂的呀 跟你们那个差不多 他说可惜我们这个就是这个 收视率不是太高 他跟我说 当然把你这个播出去 那收视率应该蛮高的呀 我的天 然后我觉得终于做完手术了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对吧 最后还有一个步骤 拔尿管 也很尴尬 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终于操作完毕 我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后医生说你等等 我说啊 破口胸脚的蛮好嘛 加个微信吧 我说医生 让我把裤子先提上好吧 我说啊你提你提 我还请教他 我说医生像我这个情况 出院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他说啊有的有的 你这个情况啊 出院之后就是要记得这个 不要吐槽我 我这次生完病啊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我 就连张绍刚老师 都专门给我打电话 都是嘶吻没事 我跟你说啊 像你这种病病外外的 一般都活得可长了 我说张老师 虽然你没有生病 我也祝您长命百岁 我觉得这次生完病 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我现在觉得就是 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幸福的话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受过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我现在每次觉得 人生很苦的时候 我都会去医院看一看 我都会回到 我那个病房门口 闻一闻那个消毒水的味道 我就会觉得充满了能量 我跟自己说 一定要好好出去 好好生活 这个时候呢 旁边又想起了BGM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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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哟小王又是你呀 我就说这个世界 是要复发的呀 好 谢谢 我是斯文 好 喜欢斯文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让我们欢迎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非常开心啊 今天我又是唯一一个 进决赛的女生 但是最近很多人问我 她说为什么女生 做喜剧的这么少 女性做喜剧 到底有什么障碍吗 那我今天讲讲 我跟喜剧的故事 好吧 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搞笑的东西 我在小学的时候啊 就我们家几十本笑话书 当时我觉得市面上 已经没有我看 没看过的笑话了 但我妈有个男生啊 他看的总是比我多 有一天我问他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啊 男厕所小便池的墙上 贴了好多笑话 可好笑啊 哎呀 把我给难受了 你知道我还专门 跑到男厕所去看 你知道 站在那儿哈哈大笑 然后一个人进来问我 他说你是上厕所的吗 你走错了 我说不是 我还看笑话的 我经常在想 哎 为什么女厕所墙上 就没有笑话呢 我想这就是女性 做喜剧的障碍吧 而我通过自己的勇气 打破了这种障碍 我觉得做喜剧呢 其实很受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经常觉得 我身边的人实在太好笑了 我是一个陕西人 大家知道吧 我们那儿好多方言 特别地彪悍 比如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他上课就用陕西话讲课 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第一次到我们班 做自我介绍 我们全班都震撼了 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名字叫钱启峰 我的名字叫花学 我的性格很好 当然我的有缺点一个 我的最大个缺点 是普通话设不太好 我真的 我今天还能听我们老师讲课 我感觉他自己在跟自己吵架 一吵就是45分钟 而且你会发现 跟这样的老师上课 你会发现 名字起得再好听都没有用 我们班有个女生叫梁珊珊 我们老师每次一点 廖上去 把你给吓死 而且我们田老师 每一句话都质地有声 我觉得如果让她 来给我们赞助上念广告 肯定效果特别好 比如说一句正常的广告 我们的超补水的音数 我们正常是这么念的 音数透明痣酸小白瓶 补水修复就用音数 我们老师肯定会这样念 影书不睡 炒鸡不睡 炒鸡无敌不睡 其实我小时候 那是个挺孤僻的小孩 我发现只有讲笑话的时候 我才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就比如每次体育课的时候 好多不运动的同学在一块 大家就聊天嘛 他们说 又到了斯文讲笑话的时间了 然后我就讲 讲着讲着一个男生说 斯文 你是不是偷看了男厕所的笑话 听得我都要笑尿了 而且上学的时候 我天天在学校里面模仿同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次呢 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班一个男生啊 在同学度上给我留言 他说 王斯文 你知道你在模仿别人的时候 别人心里有多痛吗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有点惊讶 然后我立刻用他的语气 把这句话模仿给另外一个同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在那边就这样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着我 他说 王斯文 你真是一个笑话恶霸 我太喜欢笑话恶霸 这个称号了 真的 我觉得比脱口秀女王厉害多了 我就连在自己的婚礼上 都忍不住搞笑 你知道吗 当时我记得我们几个站在台上 然后自疑问程璐 他说 新郎 有什么话想对新娘说吗 程璐说 亲爱的 我要爱你一生一世 我心想 哎 自己的婚礼上能不能说点真话 然后四一问我 我说新娘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新郎说吗 我说没有 我四一当时都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 他说哇 新娘真是太幽默了 然后台下的父老乡亲议论纷纷 哇 这个女的好老恋 肯定不是第一次结婚 我后来上了电视啊 我也是在电视节目上调侃这个调侃那个 我以前说过我们陕西人不爱吃米饭 结果很多陕西人给我发私信特别神奇 给我说 我告诉你 不要让我在陕西看到你 小心我把米饭塞到你鼻子里 我后来还在电视上调侃过空姐英语不好 你又没有觉得空姐英语真的很不好 就他们说话又快又不标准 我经常觉得空姐说英语的时候 在啃地瓜 就啃那个好地瓜 哇每次说英语之前啃一口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Come to the kitchen Do not use that 我讲完这个段子之后 很多空姐给我发私信说 你不要让我在飞机上看到你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特别紧张 你说万一我遇到一个陕西籍的空姐 你好 请问你要鸡肉米饭还是牛肉面条 鸡肉米饭 好的 麻烦把鼻子张大一点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了 但是我现在每次坐飞机真的很紧张 我就特别怕被空姐认出来 有一次我真的被空姐认出来 他就见我 他就说 你好你是讲脱口秀那个斯文吗 我说是 我特别怕他打我 但他说 我可以跟你合影吗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那你能在纸上给我写几个字吗 我说可以 我说你想写什么 他想不想说 他说 那就写喜乐平安吧 我当时特别内疚 我在想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的简单无私 而我却在调侃他们英语说的不好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人 我在想喜剧带给人的到底是快乐还是伤害呢 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做空姐是她的职业 我应该尊重和理解 但做喜剧也是我的职业啊 对吧 于是呢 我就在纸上写下四个字 喜乐平安 然后问他 那你知道喜乐平安用英语怎么说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明显的是在努力的 竹鲁老师今天我认为不是他很自如的状态 就是他其实挺紧张的看得出来 但是他有一些现场非常好的反应 然后就观众员很好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我是去年第二季特口秀大会的第三名 在那儿这几位还在这桌上吗 都起来 两位 斯文特口秀大会我还说什么呢 中国就这么几个女特口秀演员 还有谁能讲过她呢 我第一名好像是给了斯文 我觉得斯文很有可能 我先来介绍一下特口秀赛的规则吧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激烈的竞争之类的 我觉得我挺受不了这样子的 就很激烈的东西 让我去选一个 比如像庞博这儿的 你又觉得对自己不是很好 然后但你要选一个新人或者什么 你又觉得对吧 万一被人家劈过了 你不是很难看 所以我就有点 有点困惑 我希望不用PK了 那如果有人抢曼你 我会觉得有种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对 对 去年那个脱口秀大会结束之后呢 我以为我不会参加这档的突围赛了 我还以为我的演艺生涯已经腾飞了 我甚至去参加了央视春晚的录制准备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 普通的脱口秀演员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春晚淘汰演员 他们之前都叫我脱口秀太后 被淘汰之后呢 他们现在都叫我春晚淘汰后 这个有点过分了 过分了 可以来一个副衣盏灯 对 我当时呢 其实准备在春晚上讲我姥姥喝咖啡的段子 当时表演之后呢 导演过的时候 他说这个段子不错 但是呢 你一个人在这个春晚的大舞台上 显得有点单薄 这样你能不能把姥姥一起带过来 我说现在这个春节可能来不及了 等清明的时候我可以去给你问 然后导演当时觉得呢 我一个人讲脱口秀还是太单了啊 导演就决定把那个 我的脱口秀跟一个魔术结合在一起 就是春晚上那个魔术 大家看看啊 然后当时导演跟我说 他说这个箱子啊 到时候呢 七个美女会从里面出来 等七个美女出来之后呢 你就从里面钻出来 我心想在我心中 这难道不是八个女人一次出来吗 为什么就是七个美女出来 跟了一个我 这个节目难道叫美女与野兽吗 而且呢你知道 前面那个美女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造型的 她们就是披个岔啊 什么下个腰啊 当然导演跟我说 她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是需要美感的 这样你出来得有个亮相 那个你会后空翻吗 我当时想后空翻 我想这个导演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脱口秀跟二人传的区别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好想学习后空翻 而且我当时还故意逗那个导演 我说我可以后空翻 我说我出来的时候 啪啪啪翻几个跟头 喝三瓶啤酒 祝各位老铁长长久久 我越后越有 导演当时看着我浮夸的表演跟我说 你真的会想脱口秀吗 但是呢虽然那个节目压力很大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爽的一点是 那个魔术呢彭于燕也在 当时的那个设计师彭于燕要从箱子里面拉着我的手把我请出来 哇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真的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在想我在春晚的舞台上跟彭于燕手拉手 我不是得被骂死 我当时连开场白都想好了 我一出来我就说 嗨各位姐妹大家好 知道我跟彭于燕手拉手的时候你们生气吗 想骂我吗 如果想骂我的话 请按摇空气上的一 然后按一 不好意思还是我 后来呢我真的见到的彭于燕特别的开心 哇彭于燕又高又帅浑身肌肉 哇你就感觉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然后呢而是彭于燕见到我说话非常的温柔 彭于燕一见我就说 你好斯文大姐 我那一刻非常的幻灭 那种感觉就是你终于见到了你的梦中情人 他却叫你一声大姐 我当时所有的荷尔蒙都消失了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干 我只想给他烙饼 而且那个节目之后还有一个男神 叫吴磊 当时排练期间 对当排练期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斯文你的身边有这么多男神 你觉得谁最帅 我这当是彭于燕啊 吴磊叫朋友 吴磊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我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辈子有一天 会在吴磊跟彭于燕之间做选择 这个选择真的太难了 你说这个选择简直不亚于 是在王建国跟忽兰之间做选择 居然没有我 没有我吗 还用左 而且王建国跟忽兰怎么会想到 他们能跟彭于燕出现在一个段子里 当然了我还是很有实力的 大家知道春晚一共有四次大连排 你们知道我是在第一几次才被淘汰的吗 第一次 我当时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争取了很多回家过年的时间 我当时被逼掉之后呢 我还去找张老师 我说张老师我被逼掉了特别难过 您能帮我找找关系吗 张老师说 四文这个没关系啊 我没关系 但是被春晚淘汰之后呢 我感触非常深刻啊 我觉得人还是要多精力 就是不管输赢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是一个 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了 我现在觉得我跟张雨琪一样 我们俩都是乘风破浪的大姐 谢谢大家我是四文 谢谢四文 这个做大姐这种事情 自己做就好了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纠正一下 乘风破浪里面都不叫大姐 叫姐姐 好的 小姐姐 我说的就是这个 我说你做大姐就自己做嘛 对不对 不要拉拉帮结派的 但是我记得雨琪姐 是说过很喜欢四文 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终于在脱口球上 看到一个特别 就是能让我开心的 女性视角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俩都喜欢看 那个叫什么 麦瑟夫人 对 你是想到的 你比较像麦瑟夫人是吧 我比较像麦瑟夫人 我只有智力比较像 那你们以后就希望两个人想去演双簧好不好 好的 应该很精彩 罗老师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烙饼 他的点真是在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也没怎么吃饭 所以他一说烙饼 我就触动心灵了 然后 非常好 我比较坏 我没有拍 我就因为四文是上一季的季军 我也很想看一看有没有 尤其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会挑战四文 因为四文得到两盏灯 将会进入抢麦环节 那么谁要挑战四文的 倒计时十秒开始 大家我是四文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们队已经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看我们队的人气 尤其可为梦家 然后 尹正 挺挺挺挺 尹正 真的 现在脱口秀也做游戏专场 你说这游戏肯定不一般对吧 但今天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 什么叫嘴强王者 嘴强王者翻译过来不就是绝强青铜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我今天不叫嘴强王者 叫我嘴强王者 我确实啊 我确实玩这个游戏时间不长 打得也不好 在游戏中看到一个人 我只会说哇你皮肤好好 所以他们调谈我说 王者这个人不简单 看皮肤眼光贼准 而且我看什么眼光都挺重的 看男人也是啊 你看这个小明哥啊 尹正啊 不要紧张 别的意思啊 我就想说你俩皮肤贼好 但是建国不一样啊 建国呢是个操汉子 天天在家打游戏对吧 前几天呢他带我一起打 打之前信誓淡淡跟我说 王姐你就躺好 看我表演就行了 表演结束一看 哇战绩一比八 好精彩的表演 我这还要你带啊 我自己也能来 而且王建国打完唐出之后呢 非但没有一次愧疚啊 反而理直气壮的质问 我说你不是独立女性吗 怎么上分还需要别人带呢 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要把你带上去 嫌得你多不独立啊 别人怎么说 王斯文深夜抱王建国大腿上分 啥呀 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男生在游戏中 真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就明明是个黄金 就敢说带你上钵金 明明是个钻石 非要说自己有王者的实力 哎 问他为什么不打上去 他说嘿 哥们有实力 但我就是不打 哎 我就是玩 而且呢 我自己打游戏也很随心啊 而且我发现游戏里的人啊 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暴躁 他们对我态度都可好了 他们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求求你了别送 而且你知道游戏中啊 被人认出来真的挺尴尬的 我有次跟朋友开黑呢 不小心开了全部 就被人认出来了 那个人一直追问 哎 斯文为什么脱草大会出赛了 你为什么不上脱草大会 你为什么又去当主播了 我说你这么多问题呢 你是一笔镜吗 当然了 在游戏中呢 还是有很多快乐的 对我来说 最大的快乐就是买各种各样的皮肤 为了买皮肤呢 我能在游戏上那里面逛一天 有一次我买了一个 貂蝉的圣诞皮肤 可开心了 我还问王建国 我说 你觉得我新皮肤好看吗 他说 嗯 新皮肤好看 你不好看 其实打游戏呢 最快乐的一件事呢 就是跟朋友一起开黑啊 在场我特别想跟张大大 一起打游戏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人关注我打的菜了 打的菜算什么呢 张大大长得就菜 什么菜 卷心菜 那虽然我现在嘴上不流情 但我还是希望一会儿真的开黑的时候 大家能够嘴上流情 多多包容我 毕竟呢 在游戏的世界里 我还是一个菜鸟 也需要菜鸟一人 谢谢大家 我是菜鸟一人的独立女性斯文 可以啊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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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倩果先评价一下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他平时我们这确实见得太多了 说不好会很危险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太好了 好安全呀 那一张 我们斯文小姐姐真的非常厉害 他的每一个点都特别到位 而且特别刚 非常的帅气 对 所以我觉得在他身上 真的看到了菜鸟一人的感觉 对 虽然很菜 但是非常的艺人 艺人 对 优秀 100分 优秀 凤佳 我爱你 佳哥 你觉得呢 我觉得特别的霸气 然后他在台上有 他有一个flow 我刚刚有注意到 他 因为我跳舞的话没办法 我就只注意到这种小鞋 他真的是有 有tempo的 你知道吗 而且 那个再加上音乐的话 就一个舞蹈就出来了 是不是 对 有天的舞蹈 让自己觉得舒服 是每个人的牵度 继续交 不知不觉 你又捐了很多钱给我们 又送了一段舞蹈 而且斯文的脱口秀 是要配合他的服装造型的 他接下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为了那个节目 买了二十套有口袋的衣服 这样他收到一半就这样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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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气场和气势非常的强 而且我觉得斯文的确配得上你的名字 非常斯文 好 现场的十四位媒体 要给斯文打多少分呢 三 二 一 请投票 十一票 二十二分 斯文不可思议的表情 快快快 来 我可能得罪媒体老师了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说 这种独播 enca! 和这种独播型 打招呼 来 这种独播间 这种独播 好 那这种独播 感谢观看